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冯,今天我们将一起实测DeepSeek 探索如何在Windows电脑上安装Olama 拉去最近非常强大,非常火爆的 可以媲美GPT的AI模型DeepSeek 并利用Elysium LLM 建立属于你自己本地的个人知识库 首先打开我的个人网站 个人网站地址会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这里 然后点击第一个 DeepSeek官网 你们可以使用邮箱和谷歌和加86的手机号 注册 最近注册可能繁忙 可以稍后再试 已经注册的用户可以正常登录 首先我来问一个问题 让他帮我写一个个人网站博客 发送 非常的快 他思考用了25秒的时间 对 です 感谢观看 我们点击运行一下 可以非常的不错 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上线 接下来我让它进行图片的分析 上转一张图片 分析和总结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Deepseek 阿一 OpenAI 欧万和Deepseek 阿一32b 的一些比较 看他怎么分析 在多项比较中 Deepseek 阿一都超越OpenAI 深度思考用了24秒钟 在多项性能中表现突出 这一次我们让他生成一张图片 生成一张小孩子画画的图片 他的思考 他需要理解用户的需求 可能用于教育材料 儿童宣传 家庭相关的用途 他讲了安全因素 哦 他不能生成图片 但是他把画面描述出来了 提供了AI绘画的提示词 好吧 设置到此结束 首先回到我的网页 点击第三个 Olama官网 点击Dunload Dunload for Windows 其他的系统 按各自的方法下载 Mac OS Milics Windows 再回到我的网页 点击第六个 Anything LLM 关网 Dunload Dunload for Windows 我们还可以进入他们的GitHub开源地址 Olama Anything 点击翻译 像可以Docker部署 进入社区 和他们进行技术讨论 可以导入GGUF格式的模型 比如说可以上Huggenface下载GGUF格式的模型进行导入 现在删除模型 复制模型 列出计算机上的模型 Olama Server 开启 Olama 服务 这些是一些Web UI和桌面端UI 可以自去折腾 支持多摩泰 支持Docker版本 可以使用OpenAI和兼容OpenAI格式的API 比如说Deepseek 还有什么签问 实量数据库 语音转入模型 这些都可以集成在Anything LLM上 可以自折摆在云服务器上 他们都有很多的搜查数 好的 我们已经下载完了Olama和Anything LLM 双击运行安装包 好的 Olama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来安装Anything LLM 双击安装包 电脑包 电脑包错 点击更多信息 仍然要运行 下一步 安装 等待一段时间 好的 两个软件已经安装成功 我们再进入我的个人网站 点击第四个Deepseek模型页面 根据自己的电脑选择 适配的模型 由于我的显存不大 总共才8G 所以我选择了8B的模型 点击复制 右键开始拆单 点击中端 输入 Olama 空格 -h 出现此页面 则表示 Olama已经安装成功 好的 把我们刚刚复制的粘贴进去 Olama Runs Deepseek R1 8B模型 点击回车 直接拉取模型 Olama已经拉取好了模型 好 我现在已经是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我们来复制一下命令 复制第二条 列出模型 右键 终端 右键 粘贴 回车 我已经下好了三个模型 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复制运行模型的命令 右键 Olama Run模型的名称 加上 我们用8B的模型进行测试 回车 我需要一个汉吃蛇的代码 现在它开始思考 非常的快 它已经开始思考 具体实现的步骤 使用Python 它编写了大杆 我现在我的电脑 的风扇飞速的运转 哇 这一大段全是 它的想法 它的思考 哇 非常的厉害 8B的模型 已经有很大的威能了 可想而知 14B 和32B 70B 和最大的 圆形模型 可想而知 是多么的厉害 好 我们退出对话 如何删除模型 点击第四个复制 Olamo RM 我们来删除这个模型 回车 Delete 掉了已经 我们再来看一下 模型列表 已经没有这个模型了 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向大模型投位数据 打开Anything LIM 由于我的Windows版本 是工作站版本的 所以说 我可能无法运行某些功能 它是为家庭版设计的 其他版本无法运行 可能 所以我向你们演示一下 如何投位数据 点击Olamo 选择模型 我们还可以使用 Deepseek API Key 来调用模型 填写Deepseek API Key 选择模型 点击Deepseek API文档 Deepseek API 使用于OpenAI兼容的格式 获取API Key 但由于最近服务正在升级 无法使用 到时候 过到时间可能可以使用API Key 所以我们就不演示了 下一步 跳过 创建工作区 点击工作区 这就可以问答了 你好 如何投位数据呢 我们可以这样 点击上传 随便选择一些文本文件 或电子表格音频都可以 然后勾选这两个文件 移到工作区 点击这个保存和嵌入 由于我的版本不同 所以说我会出现错误 这里还可以链接GitHub GitLab YouTube 其他之类的 可以自己尝试 然后我们再来问的话 它就会出现 你投位给它的数据 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聊天 提示词 你写的是英文的话 它可能会输出一些英文 就写 根据我的问题回答我 查询模式拒绝响应 单位找到上校文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一段话 自己也可以改一下 当然什么 这个不影响 然后一定要点击了更新工作区 这里可以改聊天模式和查询模式 换了的话 当然你投位的数据的话 改成查询模式会更好 换了的话 一定要点击更新工作区 可以选择欧拉玛 点击更新工作区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问问题了 现在是查询模式 就是查询这里自己上传的文档 由于我这会出现错误 所以我不能跟你们演示 点击这个嵌入 好拜拜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